謝謝主席 那我們是不是請交通部民航局林局長 我們要請林局長 還有衛福部次長 要請衛福部次長 委員長 局長長 局長我想還是針對這一次 這一次機師的防疫的一個問題 我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你目前的一個防疫旅館 那他們當然是要求盡量是獨棟 如果沒有獨棟的話也要做到分艙分流 這個標準是沒有變的 那我要請教的就是說 那但是機師的部分他的檢疫是5天 之前是3天 現在是5天 華航的這個事件之後是5天 現在改5天了 那這個5天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機師是5天 那他進到的防疫旅館 是一樣的旅館嗎 他們 目前 還是他們有獨立的防疫旅館 都有特定的 特定的 所以機師是有特定的嗎 對對對 好那這個特定的防疫旅館 他們是指for機師 還是說也有其他的防疫人員也是會在這邊 您說其他的防疫 就是其他可能是 其他要檢疫的 不是機師 其他檢疫人員 其他檢疫人員 如果是以這個那個諾富特來講 他是都是他有本國機師跟外籍機師 就是這樣 就是全部都是機師 對對對 好那所以諾富特大概是他獨立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他出現混居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部分你們 該處置該處罰就是應該要處罰 那這是一個問題 好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現在整個防疫旅館 我們這個防疫旅館 他們到底應使用的 的這些物件 有的物件是可能有重複使用的 比方說金頭麥皮 這些東西 他們的這個 就是後製的一個處理作業是怎樣 我們現在的規定是當然 他的這個房間 如果前面那個檢疫者離開之後 他要做中期清消 那就是從裡清到外 從上清到下 那同時要靜置三個小時 原則上是要這樣 那如果是有確診者做過的話 要靜置24小時 那至於相關的這種 會比較有體液接觸的這種 盡量就是一次性使用 那至於像這個被單啊 枕頭上這個是可以清洗 只要消毒水清洗是OK的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重複使用 所以是清洗 那如果是廢棄物呢 比方說我用過的紙巾 或者是我在裡面使用的一些 或者我吃過的一些東西 的一個包裝盒 那你們怎麼處理 他都是這樣 他在那個檢疫期間 住在裡面的時候 他要自行把這個 這個垃圾呢 打包好 然後放在門間門口 啊由這個 防務人員把他 那個按照我們的防疫規定 然後送那個 廢棄物處理這樣 送廢棄物處理 是送哪裡的廢棄物處理 就是按照那個地方的環保單位 來送 我想要問清楚 就是說 他是會進焚化乳直接 對對按照廢棄物處理 不是 不是醫療廢棄物 不是醫療廢棄物 就是那個 失業廢棄物 那為什麼 不要把它定位為醫療廢棄物 因為他沒有什麼 血液啊什麼 他跟醫院不太一樣 不是有這種 高傳染性的東西 所以這樣的廢棄物 你們認定起來 大概 傳染性沒有那麼高 對對對 沒有那麼高 所以你們還是把它當一般廢棄物 對對 失業廢棄物 好 那現在失業廢棄物 你們就按照地方政府 然後由他們來 派人收 那收是誰的工作 是方向旅館的工作 收廢棄物還是地方環保人員 環保人員 還是方向旅館要來自行 對對對 是旅館要負責還是環保人員 呃 旅館他自己要找好這個 這個 這個 廢棄物的處理的 的那個 單位這樣 好 那所以我的問題就是這樣啦 因為 沒關係因為這已經比較專業了 我是在說 那到底這個廢棄物 他直接就是 做一般廢棄物 然後你們把它 齁就是 一般人把它帶走 齁 那如果 這個人 他是被檢疫出來 他是有 確診者 確診 他有確診的話 那他的這樣的一個廢棄物 跟一般使用的廢棄物 會有不一樣處理嗎 呃 因為一般確診之後齁 那個廢棄物都處理完了啦 但是我們會重視的是 確診之後 他那個環境的傾銷 規格比較高 就是他那一個房間的 對對對 但是因為廢棄物沒辦法 對對對 那都處理掉 那會不會變成 廢棄物變成一個後遺症 欸 還好 目前的廢棄物 都看起來都還OK 都還OK 對對對 因為那個 傳染性不是那麼高 好沒關係我現在問的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很多 防衛局管 他們是有提出這樣的一些疑問啦 到底這個安全度 說足不足以防護 然後不要讓這些病毒進入社區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的啦齁 那事實上我們整個防疫的工作 雖然在這一次齁 這個機師的這個事件 不過目前我們真的是守得很好 這件真的是要給 我們所有的防疫人員齁 真的要大大的感謝 那我是想防疫這條路 齁 也許現在根本還沒有打到一半 雖然疫苗已經逐步在施打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 整個印度還有說 英國的變種病毒在變種 齁 然後疫苗的防護率 大概剩下不到20% 齁 這個訊息是正確的嗎 這個還有帶證實啦 有帶證實啦齁 不過看起來就是說 整個這個病毒還在 病毒一直在變種中 所以這個疫苗可能會 趕不上病毒的變種 齁 所以外球整個防疫作戰還很久 所以我們可能 這個時候我們要認真的去說 我們需要更多的防疫旅館 更多的一些 事先的一個準備 好不好 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蔡毅宇委員 好 謝謝次長 謝謝局長 好